然後那時候還有一個更害舊的slogan 對 我是愛蒂 愛對囉 我是龍哥弟弟囉 Yo what's up guys 你們好嗎 歡迎來到加拿大學日常 我是愛蒂 我是龍哥 我們經營頻道到現在已經差不多一年了 對我們在準備這支影片的企劃的時候 突然發現欸一年了 對啊就覺得很神奇 像想去年那時候被我姐就是 臉紅帶片的就騙進來 他其實有點半強迫欸 他那個時候跟我講說就是 欸你畢業了 那你現在這段時間也沒什麼事做 那你為什麼就是不拍影片分享一下 然後他就問我說我以後想做什麼 我就說我可能會想要創業 或是想要做遊學團 就很多想法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那你就是更心態就要開始拍啊 這樣你之後就是直接一個最完美的行銷 應該是這時候姐姐是還有說 就是你要建議你這些 你做什麼就很方便 對很快 然後以後就是一個 典費的行銷平台 是啊 就是聽起來很有道理 也有想說好啊 但是我那個時候沒有 就是也沒什麼想法 畢竟剛畢業嘛 就覺得說我先拖一個人下水好了 我們跟他講說我一個人做不來 然後他說那你就跟A等一起做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都 也都還沒有真的是有行動力 對 然後他就跟我們講說沒關係 你就先把頻道開起來再說 然後我們就開了一個頻道 換了一個封面 我就去睡覺了 他就直接拖我們的頻道 然後那時候一叫起來喔 我們的頻道就直接1500個訂閱 就想說完蛋了 我們一支影片都沒有 然後1500個訂閱 就趕快趕快要趕出影片出來 這個感覺好像有1500個人是準備要 看你影片 那我們什麼 我們那次真的是看到當下 我們什麼都沒有 今天晚上真的是很吵 就叮叮叮叮叮叮叮 然後看到就傻眼 1500的訂閱是怎樣 對 我們那時候第一支影片就是 加拿大流行的五大原因 今天拍都還沒開始拍 九本都還沒開始 對 然後就趕快開始弄 在拍的過程中其實也蠻辛苦的 因為像我們一開始 我看鏡頭我就 別搞 對 講出話欸 就是比如說看這個鏡頭 你會一直想看旁邊的 你會一直想看那個 然後你畫面出來就是 沒人在看鏡頭 沒有在看你 就好像斜眼看人的感覺 對對對 就我跟你講話我不看你這樣 對 就很沒禮貌 第一支影片就是我們那個 加拿大流行的五大原因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那個角度什麼都抓得很不好 然後剪輯技巧也很拙劣 當時我們的後製胖胖 剪了第一支影片 就是我們那支 加拿大流行的五大原因 就其實那個時候真的是 一無所知 那時候我們即使準備了 我們看到鏡頭就忘了 對 而且也會超級緊張 對 就覺得很怪 然後又有自己修 沒錯 然後那時候還有一個更害舊slogan 對 我是愛弟 愛弟囉 我是龍哥弟弟囉 太弟囉 欸欸欸欸欸欸欸 不想回想欸 愛弟囉 弟弟囉 就其實就是也蠻有趣的啦 可是後來開始做一座 做到後面就開始覺得是一個 責任感 就是有一週不上編又覺得 好像什麼事情沒完成 雖然我們還是 有時候還是會 對可是就是 它漸漸變成我們生活的部分 就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東西 沒錯 然後也在分享的同時 我們也相信我們有幫助到 一些想出國留學的朋友 對 欸這知道是真的 這種感覺也就是蠻有成就感 對 今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並然其實我們原本今年有重畫 兩年前就重畫了旅遊團 對 也因為這個平台可以成型 那還有一點我想跟他分享就是 經營這個YouTube頻道 讓我有一個蠻大的收穫點 就是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靠這個頻道 他想要找一個人幫他經營公司的YouTube 然後他就看我的頻道影片 然後知道說 欸第一我自己已經有在經營了嘛 然後也有一些主持的能力 基本的剪輯跟後製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他需要的我都有 那我因為靠這個的關係 有拿到我在溫哥華的第一份工作 第一個offer 就覺得說欸其實YouTube某種程度 也像是我們的另外一個履歷 就是自我品牌的呈現 你有這種感覺嗎 我的感覺是做這個YouTube這一年來說 我覺得是 他就是一個平台 之前有參加過姊姊的一個說明會 他是有說一個我非常感同的程度 他是說YouTube這種東西 像很多朋友都說 欸你怎麼那麼勇敢敢出來做YouTube 我以前也會覺得這樣 欸YouTuber or something 但是for me 聽完那次演講 我覺得姊姊說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YouTube其實只是一個平台 滿滿的大平台 他就像Facebook跟Instagram一樣 讓你可以去PO你自己的東西 分享的興趣是不是 對 就跟你發Instagram你要不要P2 對不對 對啊 你發Story你會不會害羞 對啊 就是你會想要特別去包裝它 那YouTube也是有別種包裝的方式 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方式 那就是你多一個平台去曝光你自己 那現在這個時代 自媒體的時代 你就是一個slogan 他有點是塑造你在別人心目中的一個形象 一個品牌的建立 對就是一個品牌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 我也是蠻建議說大家都是可以 因為我身邊其實蠻多人都蠻想做 但是他們都會擔心中擔心戲 然後沒有勇氣這樣子 對好像是你要做什麼重大的決定 你要花很多錢 要投就是開過 對啊 欸其實也算是蠻重大的決定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我姊妹妹妹在技嘉公司上班 他直接辭掉 然後直接全職做YouTube 也是 但是我其實覺得 像我們現在的狀態就是 半兼職 對啊我們一直都是兼職的狀態 那其實到現在這樣的成績 也算是滿滿意的 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對先獻學大家 但是就還是回到剛剛我 認為是PO影片的地方 都在YouTube上 然後有無限的可能 因為你有沒有不知道說 你分享這些東西 搞不好很多人都需要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帶來另外的商機 或是你有一個轉換跑道的可能性 你就可以做自己有興趣的同時 就可以賺個外的收入 我們現在也是快一萬而已 那所謂的比較現實面就是這個嘛 對 這個嘛 那其實說實話撇開這個東西之外 我們在 YouTube 上在這個平台學到很多 比如說 Public Speaking 企劃之類的 還有剪片 拍攝等等的 還有口才 口才有進步啦 我也不敢說很好 對 除了這個東西 因為大家可能就是 YouTuber 喔 現在 YouTuber 之後不是變紅很賺 但其實不一定 因為我們當初也不是就是 真的是為了這個開始 Exact 就是為了比較未來的一些想法 就是說怎麼運用這個平台 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沒錯 這邊就是其實就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我覺得人人都可以對不對 那 欸 愛蒂 愛蒂每次都在嘗招啦 其實其實他有那種好康 他都不跟人家講嘛 所以 所以就是 另外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其實有一個東西 是可以讓大家覺得說沒有這麼困難對不對 你是說之前你現在那個 說明會麻煩 解決的部分 好啦好啦 招要拿出來是不是 那感覺好像很像Cue好耶 剛好就是趁這個機會 我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姐她現在在經營YouTube的同時 她也有在教大家怎麼去經營自媒體 她目前就是會定期的開一些免費的直播講座 那她下一次她會直播 告訴大家說 如何靠自媒體創造被動收入 也就是大家最想要的就是 在拍影片的同時 然後在工作的同時 還有一部分的額外收入 那如何去到經營自媒體創造被動收入 的這個過程跟一些方式 就會在這個演講中告訴大家 其實就是比較 practical 所以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的資訊欄 我都會放連結 那這是免費的 大家就是 如果真的對經營自媒體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聽聽看 對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個課程 對不對 喔 可是我就覺得 也不用講太多啦 就是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就是先免費的給大家聽聽看嘛 有喜歡再說 不是 我跟大家說 ID這個人就是 他每次都先講一點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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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怕人家覺得我太退銷 太退銷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種好好的 幹我也很退銷 你不要在那邊 我是認真覺得說 如果大家對這一塊有興趣 那我當然比如說你 anti social 你不發 Facebook 不發 IG 我還叫你去上課那種 我不是沒有自討苦 這樣我知道很多人是 有興趣 對 YouTube 這個很有興趣 但是不要怎麼開始 那剛好因為我姐自己就是有在專門做這一塊 有一個免費的機會 可以讓大家去聽一下 時間也不長 可是名額其實有限了 反正就是 有興趣的都在下面報名看看 反正是免費的就去聽一下 那如果聽完 如果有什麼感想 或者有什麼收穫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喔 Yi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自己的分享 那如果對加拿大留學有任何的想法 或者是問題的話 除了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講之外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AT 然後喜歡這支影片記得點喜歡 然後再分享 然後再留言 你幹嘛講得那麼心虛啊 沒有 喜歡記得點喜歡 然後分享 小鈴鐺 訂閱 對不對 然後留言處 告訴我們 你們想要跟我們說的話 因為畢竟一年嘛 一週年影片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 另外一個一週年特別期望還在剪 那我們這集合分享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一直支持我們 那我們就很快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Peace 喔